华林市今年参加全线继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的选手们表现相当的优异 包括团体和个人总计获得了204面的奖牌 其中田径、游泳等赛事有7项更是破了大会记录 选手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市长魏嘉贤23号的下午特别到场颁奖表扬 总计颁发出了26万900元的奖金 肯定选手们为花莲市来争光 花莲市公所23号下午在中华国小活动中心举办现运比赛颁奖典礼 这次有204人次接受表扬 许多选手的家长和学校老师也一起到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 市长魏嘉贤肯定选手们为花莲市争光 希望他们明年能够再度为学校、个人及花莲市争取更高荣耀 也借此提升运动风气将花莲市打造成为乐活城市 那这次在现运里面 特别在花莲市在这次的成绩里面 是超出以往的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那总共有7项的成绩是破了大会记录 那总共有204面的奖牌 那我们总共也发出了26万的奖金 那我们真的非常开心看到我们这几年推动体育的成果 日渐的有丰硕的一个成绩出来 那我们很感谢我们的老师 不论在田径游泳 甚至我们过去以往都比较难拿到的一个篮球项目 也获得了金牌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未来我们希望说推动各项全民运动 不论是长辈也好或是育儿也好 下肢育儿也好 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运动 所以在今年我们也不断的办理各项的建种 那还有我们太平洋中国马拉松 也走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很多 获得很多运动赛事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这一再再都是要推广全民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花联市代表队这一次在团体及个人总计 获得204面奖牌 包括83面金牌 65面银牌 还有56面的铜牌 其中又以游泳项目表现最优异 获得了67面奖牌 而其次是42面奖牌的跆拳道 另外在田径及游泳的赛事当中 更有7项破了大会记录 市长吴嘉贤感谢校方及教练指导 让孩子们在运动项目成长所壮 也感谢家长认同及支持学校发展运动理念 鼓励子女加入运动行列 却实力请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